如文医生特邀专家高庆 现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人医师 生理期的推迟呢 这个呢是一个大类 很多原因都可以导致这个生理性推迟 在生育年龄的女性呢 首先第一个就要考虑 是不是妊娠了 有没有怀孕 宫内孕呀宫外孕 这些我们一定要排除 那么对于已定明确了 不是妊娠了 这个时候其他的因素导致的生理性的 那么一般来说和内分泌有关系 那么在青春期的时候呢 它可能和我们的月经轴调节轴呢 没有发育良好有关系 需要调节两到三年以后呢 有一个过程 那么对于月经周期以前很正常 最近半年呀一年开始出现了月经生理期的推后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有没有内分泌系统的疾病 比方说暖槽功能有没有问题 那么垂体功能有没有问题 下丘脑有没有问题 这个都需要注意排查的 需要我们到医院进行检查 我们说正常的月经周期呢 是28天左右 那么前后7天都属于正常的 往前提呢21天 往后推到35天 这个周期呢都属于大致正常的 但是如果超过35天 有的人呢三个月不来了 半年不来 这都是有问题的 需要尽快地到医院来就证 谢谢大家